各位农夫山泉这个事儿闹大了 这个农夫山泉的创始人董事长钟炎炎 有中国的网友挖出 他爹竟然是一个日本的战犯叫中野九永 好家伙啊 这瓜可大了啊 还有就是凤凰网啊 为这个农夫山泉发声 结果呢马上就被中国的网友给骂翻了 这个农夫山泉抵制风波呢越演越烈 中国的这些网友们呢用实际的行动啊 这个从不买农夫山泉不喝水 到买了农夫山泉的也倒掉了啊 现在呢发起了一场这个抵制农夫山泉的大风波 那这下呢农夫山泉呢是受到了很大的这种影响 他的这个股票呢也跌了不少啊 当然没有大跌 前期低点还没跌过呢啊 是跌了不少 市值呢损失了几百亿吧 媒体呢也对这个事情呢 纷纷进行了评价 凤凰网呢 说了这么一段话啊 山泉遭受的网报 远远超出了正常的商业竞争范畴 演变成了一场对农夫山泉和钟闪闪的猎物 深处舆论风暴中央 农夫山泉多个平台的账号停更多日 但沉默并没有带来平静 农夫山泉抖音直播间 销售额从以前日均十万到二十五万元 变成了五千到七千五百元 下降幅度超百分之九十 自三月一日之后便再没直播 从三月一日至三月八日 八天时间 农夫山泉市值下跌百分之六点五三 已经蒸发三百二十六亿港元 农夫山泉风波已经具备典型的猎物特征 有些人假借爱国之名 对他人极其经营实施暴力指控 甚至举报商家卖日过 进行道德审判 回顾这波舆论风波 本质上还是娃哈哈和农夫山泉 两个品牌创始人的风格 具体带来的影响 宗庆后给人的印象是千万 公顺 商业策略多设定的成本 钟闪闪更擅长敏烈的捕捉市场 因为他的经营策略总是充满进攻击 但无论是哪种风格 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 商业的本质应是基于创新 品质和服务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进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 一些人开始动辄 达着爱国主义的旗号 将民族主义 海外主义等极端情绪 带入商业领域 无视企业的努力和贡献 动辄对企业 进行无端的攻击和指责 这不仅违背了商业竞争的公平原则 也损害了企业和企业家形象和生命 理想的商业竞争应该是公平 透明的 不应该掺杂太多的杂音 凤凰网 他的这个视频一出呢 立刻就被中国网友给骂翻了 这位网友说 这一次对凤凰网很失望 凤凰网用词不当 违反了新闻法 我要求你立刻删除该视频 网友说 凤凰各大媒体连续17天搞波斯登 他不说是围剿 是恶意的商业行为 现在网友一起搞农夫山泉的时候 他急了 说我买什么水还要听凤凰网的吗 是不是 这位说 你低估了这代年轻人的文化修养了 年轻人现在消费不是冲产品本身 而是经营者的人品 企业的文化 以及爱国的情怀 这位网友说 消费者有自己的选择权 也有自己的自主意识 也不会因为谁一句话就改变主意 也不会盲目的跟风 这不是道德的审判 这是一场人民的审判 好吧 说凤凰网 我想听听你对东方树叶饮料印刷图案的看法 还有尖叫 还有什么之类的 农夫山泉有点甜 骗了老子30年 这个才是我最生气的原因 没想到是水库水 是吧 和你们的杭州自来水 一个水源 原来不是山泉 说这个从忌日起 有的商店 已经禁售 农夫山泉 所有的相关产品了 改兽巴哈哈 在这场风波中 他的创始人钟闪闪 钟闪闪 终于是顶不住了 起查查 APP显示 近日浙江农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发生了工商变更 钟闪闪卸任法定代表人 郭震 卸任经理 新增 小啊 饶明红 为法定代表人经理 目前 钟闪闪 仍担任 该公司的执行董事 啊 是吧 就是说 钟闪闪 现在已经卸任法人了 为了夺风头啊 我不当这个董事长了 法人了 行不行啊 啊 是吧 好吧 这能行吗 显然是不行啊 中国的网友呢 继续挖掘 有网友老是说 哎 这个钟闪闪 这个打扮 这个风格 这个长相 怎么 都像是日本人呢 啊 好家伙 这就有网友说了 哎 你看见了没有 这个钟闪闪 和这个日本的一个战犯 叫中野九泳的 是不是长得一模一样啊 啊 去查查吧 各位 啊 他是不是日本战犯的后代呀 所以说 他的产品啊 这个基本上都是日本的 这个元素呀 你看 又有网友说了 我刚刚发现啊 在他的农夫山泉的工厂 路标都有日文呢 你看见没有 路标都有日文啊 英文和日文 还有中文 三种文字 这不就说明问题了吗 各位 好吧 这个确实啊 这个网友们为什么 对这个 农夫山泉不满意呢 是因为啊 网友们查了 说这个交税方面啊 哇哈哈 交的税 每年就比这个农夫山泉 要多得多 为什么呢 因为农夫山泉 有外资的背景 可能是搭建了 BVI的这个 避税结构 而哇哈哈 完全是个本土的企业 老老实实的交税 所以很多的网友就说 我就喜欢哇哈哈 这么老实的人啊 他挣的钱都留在了国内了 你这个农夫山泉 啊 挣的钱又少交税 你儿子又是美国人 你是不是把中国挣的钱 全给挪到美国去了 是吧 啊 这个都关于农夫山泉 这个事 我不是说了吗 这个农夫山泉的包装上 的确是有日本的风格 这个是不容置疑的 也没法洗 因为他想啊 这个针对的就是全亚洲的市场 所以媚日是肯定的 但是说 这个 钟闪闪啊 是不是日本战犯的后裔 像王勇说的一样 网上去查查他的父亲 他像日本人 是吧 好多日本老人戴的眼镜 就是这种圆形的 中国老人戴镜子都是四四方方的 不光是眼镜 五官眼相 好家伙 这下 那钟闪闪 这下可不就完蛋了吗 他爸爸是个战犯 好像 这个事是真的假的呢 我们先看看网友指控的 这个钟野九勇 到底是何许人爷 他有没有可能是钟闪闪的爸爸呢 钟野九勇是崇明岛大烧杀事件的主谋之一 抗战胜利后 他和日军驻崇明岛县兵队的成员 一同被关押在上海江湾战犯监狱 1947年12月14日 乌云密布 狂风大作 监狱的哨兵 因为恶劣天气躲进屋子里 钟野九勇看准时机 以拉肚子为借口 离开牢房 跳窗而逃 成功跃运 这次事件引起了国民 你看了没有 越狱了 上海 越狱了以后 那位说了 这不是对了吗 他爹就是隐藏的越狱的这个日本战犯 网友没说错 反正是一般的这个中国的这些网友们 他就是说钟闪闪 这个事就到这为止了 就到了越狱这块为止了 你看铁证嘛 铁证如山嘛 你说遗传基因一模一样 长那么像 好吧 这个事真的假的呢 我们再往下看啊 国民政府的高度关注 点狱长邹仁芝也因监管不力而被关押入狱 然而逃跑的钟野九勇日子也不好过 他先是沦为乞丐 接着再去嘉定的路上 因为携带的阿斯匹林药粉被误认为毒品 被警方扣押了一个月 最终钟野九勇在上海成为了一名车夫 1948年2月28日 钟野九勇在与顾客讨价还价时 意外地暴露了他的日本口验 最终成功逃脱 接近76天的钟野九勇被成功抓获 并于1948年4月8日被执行枪决 最后你觉得钟野九勇这46天的自由可以让他做些什么 欢迎留言讨论 原来啊 这个钟野九勇在1948年的时候就会就被枪毙了 所以呢啊 这个钟蕃蕃他爹 肯定不是日本战犯啊 是吧 亚洲人是吧 长得都差不多啊 江州人个儿也小啊 什么的 长得像日本人啊 这玩意儿也有情可原啊 所以说这个应该是个谣言 不过呢 这对农夫山泉来讲的话啊 这也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公关危机 到现在 我没看到农夫山泉有合格的危机公关的人才出来处理这个事 其实呢 这个事呢 第一时间啊 就应该出来道歉啊 说确实是我们的设计团队为了这个兼顾啊 亚洲的市场 日本的市场 在设计的中间确实采用了一些日本的元素啊 这个是我们的错 我们以后呢 要把这个在中国销售的产品和在日本销售的产品 严格的区分开来 对这个顾客造成的这些困扰啊 这个深表歉意啊 你这么一公关 不就好得多了吗 各位 点个订阅啊 咱们下期再聊